好 看到今天有打得这么凶 实在是因为昨天晚间天气好冷好冷 到底这样的冷的情况会维持多久呢 是不是今天会开始回温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现场交给我们的气象主播戴力刚 好的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外面都已经艳阳高照了 昨天的这个时候呢 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被外面的太阳骗了 那今天呢 倒是外面的太阳不会骗你 因为最主要温度明显的上升 像现在呢 在北部地区都已经升到了14 15度了 不过今天的清晨温度还真的是蛮冷哦 在哪里最冷 是在淡水5.3度 这是凌晨1点钟的温度 那现在呢 到了南部地区已经到达了将近20度了 温度很快的回暖了 那再来的天气要怎么变化呢 我们就先从一个温度的曲线来看一下 先注意到这温度状况来说呢 在今天的清晨还是偏于寒冷 到了快天亮的时候还在8度左右 但现在呢 很快的北部跟中部都升到了14 15度了 而到了南部已经升到快20度 中午的温度感受上来说 中部以北是在20度 到了中部以南呢 可是往24度到25度迈进 所以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今天中午明显的回暖了 那到了明天呢 明天的温度更暖和了 中部以北在25度 南部可是到了27 8度 到了这个周休假期啊 可是到达了30度呢 所以天气状况来说呢 气温一天比一天还要暖和 好好把握哦 这未来几天都是一个稳定的好天气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边的冷空气强度减弱了 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高气压整个东移出海了 这一次的高压下来的纬度偏低 它到了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 所以呢 整个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降幅在昨天的时候就很明显 晚上的温度寒冷 但是到了清晨的时候呢 随着高气压现在已经到了台湾海峡北部的位置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现在目前高压已经到了台湾北部海面了 在现在这个时候 高压东移 风向转东风 温度就开始上升了 因为没有冷空气了 白天呢 因为高压的影响之下 从北到南 天气晴朗 晴朗的天气可以维持多久呢 目前看来可以维持到周日 所以明后天温度是一天比一天还要再高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过来 上的是南风 中南部可以到达二十八九度 甚至将近三十度的高温 而北部呢 也有在二十七八度 中午天气暖 但是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在西部跟外岛 到了六日又会有起雾的现象 那到了什么时候会有变化呢 下礼拜一晚上的时候 有一道微弱的封面从北部海面通过 北部一点点零星的短暂雨 那中南部呢 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目前看来 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还不会有这么冷的温度了 再来其实温度状况也不会到这么低了 因为最主要呢 现在已经春天了 太阳的日照一直往北半球过来 所以呢 渐渐的大家都可以开始把冬一收起来了 目前看来这波寒流应该也是今年冬天的最后一波的寒流 再来要冷 要等到今年的年底了 我们接着呢 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了 先注意到温度天气的形态 从北到南 天气晴朗 东半部地区呢 是属于早晚云亮偏多 现在呢 白天阳光都露脸之下 中午的气温升得很快 北部可以升到了将近二十度 而到了越往南走 温度越暖和 南部可是到了二十四五度呢 中午的天气暖和 不要穿着太多的衣服出门 但是早晚的天气在中部以北仍然比较偏低一些 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 骑车还是要注意到保暖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呢 在提醒部分呢 就是白天的气温是明显的回升了 中午天气暖和了 但是早晚的天气仍然偏冷 早出晚归 注意保暖 现场交还给主播